萌赵兔斯,大家好,我是蒙特利尔小猪 最低听说大统华要来蒙特利尔开店了 小猪第一反应就是,他终于要来了 一万多人的滑铁路早有大统华 十万多人的蒙特利尔为什么等到至今还没来 如今蒙特利尔中超云集 华人社区已初步形成 大统华现在来过来,必然面对红海的竞争 对此,小猪想说说自己的看法 首先,小猪对大统华来蒙,不免有两个疑惑 第一,过去十年当中 多次传说大统华要入住蒙特利尔 每次又无疾而终 背后原因众说纷纭 有说魁省法语法案障碍 有说劳动法的严苛 还有说亚洲人或华人的商品购买需求不足 其实原因不得而知 小猪猜测,在过去的三十年的发展当中 大统华在加拿大拥有二十多家零锁店 当初或许是放不下大公司的傲慢 不配合魁省的严苛的政策 然而固执的魁华岂能松口 于是大统华暂时性放弃了 魁北克或蒙特利尔这块大肥肉 若真这样 大统华明显是太单纯了 想当年零售巨头乌尔玛 莱蒙魁省也不得不遵守魁省的101法案 做出不少妥协 大统华又岂能不做让步呢 事事难料 新冠全球大流行 加拿大整体经济下滑 营州业更是严重受损 也许大统华是要新的增长点 也许是蒙特利尔的亚洲商品市场 日增成熟 大统华终于还是要来 第二 既然大统华现在已经官宣来蒙特利尔 扎根多年的蒙特利尔 华人超市 世纪 新发等等 苦心经营多年 终于让宝莱沙 西岛 圣劳伦斯 华人社区逐渐形成 大统华莱蒙若是选择以上三区 减弱地桃子 只大本地中超 岂能坐以待毙 若是选择华人社区 不具规模的东区或拉瓦 大统华是否有信心吸引足够的华人 或亚洲消费者前往消费 大统华虽然名声在外 规模大小 莱蒙特利尔到底顺不顺还不好说 不过大统华 供应链经验丰富 商品品控标准高 粘鱼效应 也一定会刺激其他种潮 激发他们提供更好的商品服务 而每位蒙成华人都将从中获益 小猪作为一位地产吃牌经济 还是希望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来聊一下 旧大统华莱蒙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 和华人社区产生积极影响 网友传言大统华的预选地点 一个是在岛内的北边的圣劳伦市地区 另一个是在南岸的保雷沙地区 小猪认为房价是一个地区的方向标 回头看看这几个地区的房价 似乎可以窥探大统华的选址逻辑 锦上添花 这两个社区 华人生活内容相对比较完善 虽然中超竞争激烈 但华人亚洲用户的群体集中需求巨大而稳定 要说大统华对整个蒙特里尔造成的影响 小猪认为是不可能的 但以大统华影响力还是对该地区小范围的有所影响 首先小猪认为 虽然大统华对整体区域的房价不会有太大影响 但是围绕大统华超市 方圆500米以内的房源价值 还是会带来增值作用 举例 猪妈妈买房 似乎从来不考虑地铁站 学区交通等等 只要求5分钟之内能步行到华人超市 就值得买 这种简单粗暴的买房逻辑 小猪不得不服 每天去三次超市 第二 大统华进驻并扎根下来 给蒙特里尔的房地产市长 带来的是长期的影响 一方面 大统华的首店成功落地 发展平顺 它极大可能的给在蒙特里尔开多家店 会引到华人购房抉择 选择在哪里 那里就会有增加更多的华人购房需求 另外 更多华人企业会追随大统华的脚步 来到蒙特里尔开箱破土 我们脑洞再大一点 更多的华企 这意味着更多的配套服务 比如饭店 物流 奶茶 KTV等等 甚至国内流行的线下服务商 将吸引更多的华人或国人定居于蒙特里尔 大统华要来 照理来说是没有多稀奇的 但是让小出意外的是 身边的朋友 华人朋友都因此而高兴 讲真 就一个超市 能给我们生活带来多少的便利呢 难免有点夸张 Costco 沃尔马也没这样的自信 然后大统华的到来 对于蒙特里尔 对于蒙特里尔来说更是一个好的彩头 我们蒙特里尔值得拥有更好 更多样性 更多样更方便的生活方式 我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 其他本地中超也会因为大统华的到来 更加提高自己的商品服务品质 未来蒙特里尔会得到越来越多的 华人企业的关注和青睐 总而言之 大统华的到来 对整体和短期的房地产市场 不会有大的影响 但是对于局部社区 和蒙特里尔的长远发展 肯定是有积极作用 谢谢大家 我是蒙特小猪 你们一辈子的朋友 我们下期见 大家一定要点赞 关注 转发哦